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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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岸 又來到新一期的食玩分調查 今期我們來到元朗的營店二期 食這個神石燒炸物牛扒專門店 這間其實有幾間分店 但我們這次就來到元朗這間分店 所以今期的目標就是調查 這間餐廳的質素如何 在我們調查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和按旁邊的東西 我們一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調查開始 好 我們已經進來了 我們其實是オープニュース 已經預先訂了位 很順利的8點半準時進來了 其實這裡是非常自助的 外面就會有些沙律 另外還有湯 另外還有飯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沙律醬 還有桌子側面有很多不同的燒肉 必用的醬汁 我們先吃一些前菜和沙律蜜湯 阿岸 吃飯 我先吃一點沙律 雜菜也有些薯仔沙律 很爽口 沙律醬度不算太多 我覺得蠻適中的 不差的 而且最容易溫度 也有一點微微的 不會太熱的 我覺得可以的 湯其實都有兩款 那些是偏紅色一點 我先試一下 這是泡菜湯 所以入口 泡菜的辣味蠻強烈的 好 如果不吃辣的朋友 這裡還有味噌湯 不太鹹 也不錯 牛扒味 唯有用著飯素來拌飯 這裡的飯素都放在這裡 給你人耳筆 白飯是比較黏的 另外飯素都很鹹 所以不可以只吃飯素 一定要一起吃才好吃 嗯 另外 我們進來的時候 都建議大家 預先選別的食物 因為進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要付錢了 所以時間比較急趕 所以 等我這間 看一定有什麼 我這個就是 美國和牛西蘭 很薄的 試一試 嗯 和牛西蘭 有少少筋 可能因為我們燒得太多 所以有少少老 牛味非常非常非常之濃 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 是美國特級西蘭 這個 上面都會有些蒜片 建議大家一來到真的快吃 要不然 它的板真的太熱了 其實很快已經是熟過濃 我那個西蘭是沒有筋的 而且牛味就不是太出 都不算粗 現在的價錢 29元 就有3吋 有雞肉 雞皮 還有雞軟骨 我試一試雞皮 雞皮 我覺得雞味蠻濃 油脂味蠻豐富 但我覺得它的皮 就不夠脆了 除了有少少韌 我覺得質感差點 但味道可以 我吃完雞肉串 這個雞肉串 就有些蟹 入口是比較乾身的 裡面都沒什麼汁水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肉串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肉串 由於阿肥就太大吃了 另外還要加多個小吃 這個就是胸牙利的鴨肝 價錢是39元30G 它的鴨肝下面其實都會有一個多士 很便宜的 試一下 它的鴨肝很好味 因為 其實它的鴨肝在外面已經煎到 脆口 裡面 軟身 而且 它的甘香味都出 不過它的多士就已經軟了 就不是脆多士來的 以39元來說 我覺得可以合理的 客人為什麼把東西放在這裡 因為 我們不停拍下去 它不停煎一下 但自然之后 它開始已經是不知多少成熟了 太老了 我們吃完之後 一會兒還有一個 日本A5和牛 現在再試一試 先吃這個 因為沒有位置放 另外 價錢是叫了一個 日本鹿兒島A5和牛肉眼 那價錢呢 先看看價錢 這個和牛是89元50G 其實只有四塊 剛剛我的板已經凍了 我叫了這裡的線 幫我換個板 熱一點 就可以做這個和牛 這個和牛 其實我覺得 是比美國和牛 厚一點 因為肉眼馬 很嫩 油脂味很香 但香得來 有一點點口感 但不會像剛剛的美國和牛 那麼多筋 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剛剛的美國和牛 很多筋 是啊 我們吃完了 我們先做個總結 價錢呢 總數是五百六十一元 這裡非常之外 完全沒有價 當然 因為我們是OpenWise 有個優惠就是八百折 我先說缺點 第一個缺點 我覺得 比較多的油煙味 另外一樣 我覺得 由於這個桌子比較迫 油很容易彈到我的手 好痛 就算我這麼肥也很痛 另一個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外面 水 針水的地方 好笑 真的好笑 要走到很遠才可以針水 這個地方就是 阿肥不怕不夠吃 因為白飯是任的 而食物質素來說 我覺得日本和牛是最好吃 原來我覺得 那個胸牙利的鴨肝也不錯 好 最後 來給大家一個分數 阿肥 推介指數 82.3 最後 我們重溫一下 今集邪惡美食的片段 今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 Facebook 另外可以將尼迪的邪惡美食 放回去我們開的邪惡美食 關注到 所以連結已經放在下面 原來我們是本星期二五晚上十點出片 下一期再見 拜拜